打開電箱 關掉自家電源總開關 房客卻接到房東來電 關掉自家電源怎麼會影響樓上 A小姐才意外發現 白白幫樓上不認識的住戶 繳了水電費將近六個月 A小姐氣炸了 強調平時用電主要就是電燈 掃冰箱 電腦和電扇 冷氣根本捨不得吹 但他和老公入住後 兩個月的電費分別是六千多元 和四千多元 認為電費過高 關掉總電源發現異狀 不只樓上房客水電算他的 還質疑房東照樣收樓上房客水電費 他這樣子是非常就是有欺騙的行為 因為他既然知道說 樓上電視往我這邊 那你為什麼一開始 我租進來的時候你沒有講 然後都是我在繳的 房東澄清事後有把一腳的錢退給房客 但A小姐還是到警局提告詐欺 那詐欺罪必須要在房東有故意施用詐欺 使房客限於錯誤而交付財務的情況下 才會構成 罪重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雙方各說各話將交由司法來釐清 提醒租屋族簽約前得要再三留意 確認總電源開關 避免糾紛 三天新聞到一場林玉君台北相報報導